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分析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的是中國大陸 發生的問題 最新發生了一宗 就是日本 日本的野村國際銀行 香港 香港分行的中國投資銀行 的主席 叫做黃中 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就說他目前 在中國大陸 就是被禁止離境 這個是最新的消息 這個消息流出 是令人覺得不寒而慕 儘管最新的消息顯示 這個投資銀行部的主席黃中 並沒有在中國大陸 遭受任何的刑事 拘留 但是這件事 正正是中國大陸現在最可怕的 就是外資 這個 是做香港分行的投資銀行 一樣 是會無端端被限制離境 那麼到底還有多少外資 的主席 多少老闆 在中國大陸是被限制離境的呢 又他們被限制離境 什麼時候 才可以再出境呢 還是這一世 都要再軟禁呢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探討這件事 中國大陸是非常反覆的 中國大陸現在 就說要跟歐洲 伸出友誼之手 你是不是聽到想作偶呢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一共三個頻道 我們目前正在使用後備頻道廣播 而後備頻道 小過 主頻道很多 所以 我們那個 做法和經營也很辛苦 如果能夠恢復主頻道 我相信我們的覆蓋率 將會 是會多一大部分 我們 本台兩位主持 做時事的評論 做這個網台做了很久 做了很多年 我們一直 都很了解 香港人的習慣 香港就是 一向都很喜歡 一窩蜂做一件事 叫做來得快又去得快 從來香港也有這樣的特色 那麼多年來 我們做這個節目 都是做自己的 即是說我們很少 特意去理會 因為香港人 的個性多別 坦白說其實我們一直都很習慣 做一個 小眾也沒有問題 我們不一定要做最大的大眾 不做 一窩蜂 去聽 或者去做 我們比較著重 就是我們跟我們自己聽眾之間的關係 即是說我們好像一個小社區 外面的人的特性 就是很喜歡跟風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立場和看法可言 總之那件事是熱潮的 所以 炒樓 炒股票 臨股票 然後中招 炒加密幣 然後中招 外面很多人經常都是這樣 那麼 坦白說我們聽眾很少中招 就是因為 我們 很專心跟大家分析 其實很少會中伏 說回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我們不是第一天 是要告訴大家 你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就預計了有機會 不跟任何的法律程序 然後你就被拘留 雖然現在這個叫做黃中 被人 不是拘留 但是禁止離境 但是中國大陸就是這樣 不讓你離境 跟軟禁理是沒有分別的 又正所謂吃得鹹魚抵得渴 你能回大陸真的做生意 這個 也是你 理應計算在內的風險來的 所以 很多人說我支持中國大陸 回大陸就沒事了 理論上 理論上是正確的 當文革還沒去到更加高峰的時候就正確了 但是 假裝支持中國大陸 一樣 可以被人拘捕的 你看看香港這一班 KOL 你就知道 搞加密貨幣 其實他們得罪了的就是國內的利益 到最後 其實你想分利益 分給你的東西 非常非常有限 現在外資面對的情況就是這樣 用經濟的角度分析 他們覺得在中國大陸做生意可以賺到錢 但是其實到最後 你那個利潤 你那個 profit 你那個 marginal benefit 其實到最後 就是會被中國大陸的政權收割回來 由於中國大陸自己現在也沒有錢 其實他會用盡一切的方法 繼續去收割 中國大陸 經濟泡沫爆破 樓市也是泡沫爆破 中國大陸不單止 並沒有放鬆那個經濟 放鬆對商家對商界 那個限制 反而 事無大小 每一樣東西出於恐懼 就是不停對商家出手 英國金融時報也引述了 消息人士透露 野村 就是 被凍結旅行 這個說法也很奇怪 他說 你要去旅行 就只能去中國大陸 其他地方就不准去 這個 就是大陸模式 跟你說 留在中國乖乖地去旅行 即是 禁止出境 以後就不是限制離境 是指定在中國旅遊 說他 是跟這個投資集團 是華興資本有關係 就是在調查這個包凡的人 還有另一個 高級的人員 這兩個人員已經失蹤了幾個月 目前消息 透露 野村的投資銀行 黃宗跟這個案件有關係 中國大陸 就是動不動 把那些人拘留 或是限制離境 中國大陸 外交部出來跟你說 中國大陸並不是風險 而是歐盟的好朋友 他們又是 開始反反覆覆 又再開始 說要跟其他國家修補關係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修補呢 其實 中國大陸 習近平政權實在太過反反覆覆了 他 說要修好 說要和談 轉頭 一搞鬥爭 又說有政變 又有權力鬥爭 我們待會再講中南海 再跟大家詳細再說 他們由於內部鬥爭太激烈 時不時都要搞鬥爭上位 所以導致 不停地在外交問題上 回來覆去 到最後 又是自己食熱 又是跟別人反面 假裝戰狼 所以其實今時今日 中國大陸說要對外修復關係 絕對是跟狼來了故事差不多 你再說多少次都沒有人相信 除非 就是斑底發生根本性變化 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順利地自己 更換斑底呢 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 就是非常明明 所以無怪乎整個商界對中國大陸 其實也是死心 現在你再無端端又再拉一個 香港的銀行家 限制和禁止出境 這樣軟禁 商家在中國大陸 到底還有多少商家 夠膽回大陸做生意呢 現在的利潤有限 風險就不斷 向上升 所以你計算得失 回大陸做生意 誘因其實越來越低 這一節我們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